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奇门现场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四美国股市 在我们线上的是富兰克林 投顾资深协理梁佩玲 佩玲今天要大压宝吗 到底这个谈判会怎么样子的进行 因为这里面有 接下来这两天是密集的行程 一方面要谈判 二方面呢 明天开始美国时间的凌晨零时 所以是我们的半夜嘛 对不对 他们就要开始加征关税了 那中国商务部其实是 一定要反应啊 对不对 好 封信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的确我想这未来这两天 谈是这个消息面 非常的一个关键 因为以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是一个政治盘主导的一个市场 真的是不到最后一刻 我想任何人都可能都猜不到结局是什么 那当然以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推估了几种情境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第一个当然就是最乐观的一个状态之下 就是双方在最后一刻呢 达成了一个协议 那避免这个税率呢 提高到25个percent 那这当中 但以目前双方的态势来看的话 这个情境发生的几率 其实是相当低的 那第二种就是我们评估比较有可能的一个基本情境 就是礼拜五的确美国把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 提高到25% 那中国的部分呢 也提出了一些报复措施 不过因为以中国目前已经对美国进口产品1100亿 已经有课征关税 如果以它的一个进口额来看的话 可能这个加征关税的一个品项上 可能没有那么的点个多 所以市场揣测可能就是会提出像是一些更多的进口限额啦 或者是在一些贸易壁垒上呢 会有比较多的一个限制 那更重要的是 如果这个情境发生的话 还是要看双方呢 在保留未来是不是还有继续谈判的一个管道 跟这个空间 因为如果双方还承诺愿意继续谈的话 当然可能都需要多一点的一个时间 那至少代表这个谈判是没有完全的一个破局 因为之后如果说因为需要一些时间 最终还是有机会达成协议的话 其实川普总统还是有可能透过行政命令 把这个25%的一个税率又往下调 那更重要的是要避免剩下的3000多亿美元产品 也被纳入到课税的一个清单 那如果在这种基本情境之下呢 目前预估这个是2000亿美元产品 关税税率提高到25%的话 对于中国的一个今年经济成长率的影响 大概是0.2到0.3个百分点 美国的话大概只有0.1个百分点 那美国的通膨可能会这样子 而小幅的一个有上扬的压力 但是就整体的直接影响 算是还算是可以控制的 不过比较担心的是间接影响的部分 就是对于企业投资啦 还有整体的消费信息 尤其是在金融市场的波动度上呢 就会对整个金融的一个紧缩 会出现一些负面的一个冲击 这当中如果以去年我们看到整个美国的一个 对中国产品的关税 没有全面加征到25% 但是如果以去年这种贸易战的影响 大概对整个经济的一个影响 大概就有扩大到0.8个百分点左右 这0.8是对中国大陆的 全球影响0.8个百分点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直接影响 看起来用关税算出来的数字 其实是相对比较可控 但是比较担心的是这个连结性的一个连锁效应 那这会对金融市场的反应 全球0.8很多 0.8应该主要还是以中国主导的一个就是市场为主 不过我们看到如果以IMF的预估来看的话 的确去年上半年的一个全球基金成长 应该有到4个百分点 但是目前到去年下半年其实是有下修到3点多个percent左右 那其实这对现在金融市场的影响比较担心的是 因为原先今年市场反弹 练积在两大支柱 第一个就是贸易战部分的和缓 第二个就是央行的宽松 那如果说因为贸易纷争又再度影响整个下半年 原先预期说经济有机会缓步复苏的话 这个趋势是不是会有一些改变 这个我觉得是短线上金融市场会持续消化的部分 那第三个就是最悲观的情况 就是双方真的最后破局 那也对3000多亿美元 未来有可能会加征关税 不过这个我们觉得这个时间点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因为美国还需要进入到就是搜集公众意见期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这个情境发生的话 对于中国的一个GDP影响程度可能会到1.5个百分点 那美国的部分可能会到0.6个百分点 那也就意味着其实在未来一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或经济出现负成长的几率 其实就会明显的一个升高 这也是我想其实目前双方还是有可能会 尽量去避免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的一个悲观的一个情境发生 所以就整体来看的话 的确我们认为礼拜五这个提高关税这个几率 的确目前是应该就是在可能有高达就是五成以上 甚至有七八成的一个几率 不过真的还是要看最终就是双方的一个谈判结果 那以目前投资人的策略上 当然短期内我们也不建议在最近金融市场 这么波动的时候 做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调整部位 因为这个真的有可能出现很快速的一个翻盘 那只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 可能投资人在未来布局上 因为我们觉得美中的一个贸易纷争 可以看到其实如果以川普最近的一个推文来看 其实有提到说中国似乎用拖延战术去等待 就是明年可能等到民主党胜选来跟民主党谈 所以看起来其实在未来一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前 这个整个选举的一个压力 会让整个美中的一个贸易情势上 还是多了蛮多比较难测的一个变数 这是在未来布局上 投资人可能还是要去留意 就是比较做比较靠拢在一些防御型的一个资产 或者是在美国市场布局上 可能是要去增添 就是在比较以内需导向 然后也比较不受到 整个贸易氛围影响的像是一些医疗 或者是在公用事业这种比较偏防御型的一个产业 所以刚刚佩玲把它分成三种情境 第一种情境当然最好 就是连这一个2000亿元的加征关税都没有了 那这个当然市场就是最欢迎的 可是如果2000亿美元的关税虽然加征了 但是双方还是达成协议了 那这样子的话至少停留在这样的一个伤害 这个伤害全球大概损失0.8个百分点 如果连接 就是把那个间接这样子扩大的话 好那这是第二种情境 那第三种情境的话 就是大概市场上现在也没有人敢说它不会发生 但是没有人希望它发生 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对双方跟全世界最不利的一个状况 只是说真的因为两国的一个博弈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至少我们认为短期内不会发生 因为刚刚提到了需要几个月的一个意见搜集期 可是在未来半年还是有可能就是要留意双方 尤其是在川普总统这部分是不是有可能因为选举的压力 而有出现在多口头喊话的一个部分 不过我们还是要提到因为相较于去年 其实如果以目前中国的一个政府政策态度上 其实是展现的比较弹性的一个部分 所以即便真的是出现了未来 就是刚刚提到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 我们觉得这也意味着未来中国政府会有更多的一个财政 或者是货币政策的一个宽松政策出来 这对于整个中国经济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的一个风险 我们觉得是有大大的一个帮忙 所以这部分其实投资人倒也还是不用那么的一个悲观 来看待这件事情 好 那既然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 而且讲真的我现在觉得全世界的分析师也没有把握 对 对不对 这是政治派已经真的不是经济 那政治影响经济是我们接下来要看 对于整个景气或者是基本面造成的一些影响 那只是短线上真的是要看 决策者是怎么样来定定这个方向 那么所以所谓的防御性的投资您的建议 目前当然会建议 当然你还是可以靠拢在一些美元资产 然后在一些美元就比较偏 可能未来保护避险的一个需求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于刚刚提到 如果就美国股市来看的话 可能是比较以内需导向 然后比较不受到景气或贸易战影响 像是医疗或者是公用事业 甚至在一些比较偏向电信 不动产这种的一个资产业 美元资产 这美元资产是再大于股吗 如果以短线上来看的话会是这样子 就尤其是比较偏收益型的一个产品 好 那么所以现在的投资必须要 就是细紧安全带 波动会比较大 不过真的还是有可能随时有翻盘的一个可能 就让我们密切的一个关注 因为它是投资嘛 它不是赌博嘛 如果你没有赌博性格的话 也可以考虑这样 先暂时观望也是一个方法 对啊 谢谢梁佩玲 我说有点赌博性格好